主料,高粉270克,鸡蛋青70克,蜜红豆80克,黄油27克,辅料,酱母,盐,奶粉,糖,准备时间,2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把种种面团的材料混合成团,冷藏发酵17小时,种种面团撕小块,放入出面团出了黄油,蜜红豆奶的其他材料中, 手揉至能出薄膜的阶段,加入黄油后,继续手揉至完全扩展阶段,膜更薄更数量,28度左右,30分钟,排气,分三等分,滚圆,中间发酵20分钟,第一次杆卷,排成过圆形,翻面卷起来,第一次杆卷为1.5圈左右,松弛10分钟,第二次杆,将第一杆成的卷尖放,杆成像椭圆形,翻面, 撒上蜜红豆,下端拉薄,从上往下卷,卷好的卷大概2.5圈,放入吐司膜,30度左右,发酵50分钟,190度,种下层,40分钟,10分钟后,加该锡纸,时间到,取出后,立即脱膜,烹饪技巧,有点蜜红豆,为湿热柔软的面包加一味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